一口干掉霸王龙的海洋巨手 你见过人 连鲨鱼都吃的生物 你可曾经闻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这些史前深海霸主 如果磨磨绝 他们知道是地球这老大呀 第五名 邓氏鱼 被称为地球上首位钢铁粉碎机 一次猎食 城市遍野 其中最大的种类长于11米 重量可达6吨 被视为当时最大的海洋猎食者 是人类一只体型最大的钝皮鱼 如今海洋中大白鲨的咬合力 不过只有765千克 而邓氏鱼的咬合力 却达到了惊人的五吨 邓氏鱼的出现 甚至比陆地上第一只恐龙诞生 还要早1.35亿年 但是如果把时间推到4.05亿年前 至3.65亿年前的泥盆机 鲨鱼可就算不上出众了 甚至还不幸成为了弱势群体 被一种名为邓氏鱼的海洋巨兽 各种欺压 第四名 蛇颈龙 依靠着长短子 蛇颈龙在海底称雄称霸 一度和苍龙不相上下 根据模拟蛇颈龙的 游泳速度的一个预测 蛇颈龙每秒移动的距离 在40厘米到2.5米之间 虽然比不上企鹅的速度 但这些用来对付那些隐身的扁杀 已经绰绰有余了 要知道当时 以杀为时的霸主可没几个 1.91年前的海洋 扁杀在泥沙中潜伏 丝毫未察觉威胁从天而降 蛇颈龙逐浪而来 脖子一弯 长颈子海底滑着 隐形的扁杀被从泥沙里翻了出来 成为了这个海底杀手的副中餐 第三名 冯氏上龙 也就是著名的烈士者X 这个体长13米 体重约45吨 长着鳄鱼的嘴巴 鱼龙的身体 连牙齿都看上去不寒而栗 十分正名 作为史诗级的巨兽 体型自然不容小区 捕食的对象都是蛇颈龙这种大家伙 如果有兴趣到远古的海洋 相信这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很绝 第二名 巨蚀杀 他的这个出名程度看比帮昂龙了 活脱脱的海洋圈顶流 作为当年的曾经追风逐浪的深海绞肉机 各方面基本它都是顶配 首先是36吨的超强咬合力 体重45吨 相当于一艘巨轮的重量 体长20米 等同于两辆大型公交车 和现在这个大白鲨相比 巨齿杀就是对方够不到的天花板 第一名谁 苍龙 鹿能跃起 吃霸王 海能奋起 追巨齿 一个用了600万年的时间 从默默无闻的小牙溪 在面对霸王龙的逼迫 风神翼龙的欺压 下海的小神物一招 成为击掉巨齿杀 成为举世文明的顶级劣势者 然后活跃在各大电影当中的狠角色 可谓是 但是苍龙又何的何能呢 每小时48千米的速度 让巨齿杀望尘莫及 灵魂的双骑士 蛇颈龙无法比拟 体型较大的苍龙类 是霍夫曼苍龙 极限体长21米 重33吨左右 如此大的巨瘦食物 自然是其他生物 不敢尝试 海洋中的食物充沛 但是竞争激烈 苍龙最主要的食物 有蛇颈龙 金出沙等等 看到它猎尸鲨鱼的模样 你很难想一想 把它和陆地上 惊慌失措的小牙溪 练习到一起 六百万年的时间 斗转星一间 风水轮流转 卡完了这些海洋巨兽 不知道在你心目中的 深海霸主又是谁呢 欢迎留言 和平讨论 我是大漠王 一个带你越遍远古洪荒 一蓝史前岁月的同行者